讓你在學校期間然後說 決策新聞的判斷絕對會有很大的效果 可以從所謂的農民到整個政府端跟都會報告 舉例來講我們去年的時候 我們家紅豆 在十月的時候 理論上紅豆萬丹跟青原是不應該下雨的 但是如果他知道未來一個禮拜會下雨 你絕對不能把紅豆撥下去 撥下去以後你就完全 大概就不會有所謂的收穫 所以利用氣象資訊給農民 農民再改變他的決策行為 絕對會造成所謂的一個 我們叫做氣候資訊的價值的部分 所以農業署這一邊提供 將於完整資訊以後 接下來就是要去做所謂的 推崗的部分跟農民來做說明 這第一個 第二個不只是對農民 對所謂的學術研究單位來講更重要 各位如果不相信去看一篇文章 以前閩南語有一句話 就是阿里山如果下大雨 台北的那個蔬菜的價格就會上漲 各位可能很難以想像 為什麼會是這樣 因為當阿里山那個地方下大雨的時候 因為台灣的地理位置 主要的蔬菜生產區也會跟著下大雨 下大雨完以後蔬菜的量就減少 所以批刮市場的價格就會減少 所以實際上我們也可以透過 這樣的雨量的這樣的一個變化 跟價格做這個連結 這是第二個說明 第三個對農委會的政策而言更是重要 當我們有這樣的一個整個氣候資訊的時候 比如說舉例來講 我們在二月的時候就跟水利署密切的配合 當我們已經預 剛剛講的是短期的叫做氣象叫Weather 中期的叫climber叫氣候 長期的叫climber change氣候變遷 所以氣象它是有所謂的幾天到幾個禮拜幾月到幾十年 的這樣的尺度 應用這樣的尺度的時候 對我們農業是有非常大的一個抉擇 比如說我們今年的乾旱在二月的時候 其實我們就配合水利署 這次的所謂的我們沒有按照之前的所謂的強制的一個停冠 當然我們是採取所謂的節水的獎勵 因為節水的獎勵的方式不只是可以配合節水 那農民的收益也沒有減少 所以這個是利用所謂的氣候資訊 在做所有的一個生產決策 甚至到政府的決策的一個改變 所以才會特別跟各位報告說 這裡裡面的這樣的一個資訊的這樣的整合 非常感謝農業署 當然我們會裡面的資訊 還有各單位的同仁的配合 才會辦法把這樣的一個資訊做整合 我想這是特別補充說明 所以我要特別補充說明 除了氣象資訊以外 再回到剛剛講的 我們為什麼要把我們滾動倉儲的 所有的幾個大宗蔬菜跟根精裂的庫存量 要公開給社會大宗知道 這是一種賽局理論 我們當然要讓所有的在颱風期間之後 市場上如果有要炒作價格的 我們就告訴社會大宗說 我們現在留在我們的一個 藏儲的庫存量有多少 我們都可以依照價格的不同的波動 來釋出該有的這樣的一個數量 這樣才會對價格有所穩定 如果不把這個資訊公開的話 那那個價格的波動 或許政府就不一定能把它穩定住 所以其實背後在釋放這樣的訊息的時候 它也有這樣的一個政策含義 不好意思啊 這個上來特別跟各位在補充這樣的一個說明 那也非常感謝你們兩組同仁的這樣的一個結束 謝謝